6月1号黄景瑜在北京王府井出席某T恤刀品牌活动 与粉丝们近距离互动 活动现场作为品牌最新代言人 黄景瑜的亮相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而当天黄景瑜也提到了电视剧《破冰行动》大结局受到热议一事 说自己也觉得这一版结局十分惨烈 并坦言未来自己会尝试挑战更多的角色 我觉得有点争议是好事 毕竟我不能说大家看我们电视剧看了头三截 大家觉得我都猜到了那就更没意思了 我觉得这个结局虽然是比较惨烈 其实我自己看完也觉得挺惨的 但是我们当时也拍了好几版的结局 我也不知道是播出的这一版 我觉得是好事 大家不讨论呗 各种各样有年轻的 有艺术气息的 也有这个解放军战士 各种各样 活动现场 黄景瑜也与现场的来宾大方分享了自己在生活日常中的理容心得 以及如何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状态的小秘籍 随后黄景瑜更是亲自上阵 与粉丝默契配合完成了超高难度的花式提取挑战 引得现场粉丝一片欢呼 芒果拉新闻 让我们期待鲸鱼未来在不同平台上的精彩表现吧 报道